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除法的第二课时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第一就是要我们自己来探索一下 发现商不变这样一条重要的规律 其次呢是我们要掌握一条与实际内容联系非常紧密的 路程时间与速度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本堂课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一个探索商不变的一个过程的规律 其次呢就是要根据时间速度路程之间的关系来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那好了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内容商不变这样一条规律 为了探索这样的规律我们首先给出了这样几个算式 第一个8除以2 第二个80除以20等4 第三个式子800除以20等4 第四个式子8000除以2000等4 那让我们通过仔细观察这样的式子会发现 这样四个式子的被除数 除数不同 但是它们的商确实一样 那我们就发现了被除数和除数 都是乘以了相同的数 商才不变 比如8乘以了10变为80 那2也乘以10变为20的时候 商是不变的 当8乘以100变为800 2乘以100变为200的时候 商是不变的 那如果我们逆过来观察呢 也就是当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相同的数的时候 比如说8000同时除以1000变为了8 2000同时除以1000变为了2 这个时候商也是不变的 所以说我们这样一条商不变的规律 既可以正着看 也就是除数被除数同时乘以一个数 或者逆者来看 被除数除数同时除以一个数 商都是不变的 再举这样一个例子 同样是这样四个算式 我们来看 6除以3等于2 24除以12等于2 48除以24等于2 120除以60等于2 在这里边我们发现 当被除数除数同时乘以4的时候 6变为了24 3变为了12 商是不变的 或者6和3同时乘以 86变为了48 3变为24的时候 商也是不变的 如果同样的我们逆过来观察呢 也就是被除数除数同时除以相同的数 比如说120除以20变为了6 60除以20变为了3 那商是不变的 所以说结合这个例子 以及刚才的例子 我们发现在除法里面 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或者除以相同的数 当然0要除外 商是不变的 为什么0要除外呢 因为0不可以做除数 明白 所以这条规律在我们的除法计算当中 应用的非常广泛 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应用好 能够非常简便我们计算 那我们就来思考这样一道问题 怎样来简便计算 950除以50呢 我们来看 如果想要利用商不变的规律的话 如果被除数和除数的末尾 我们发现现在都有0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0都去掉 也就是让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10 也就分别变为了95和5 那这样的计算会相对简单一点 95除以5等于19 所以说950除以50 商也是19 说完了刚才商不变的规律 我们再来说一说 路程时间和速度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 首先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关系式 也就是已知时间和速度 在求路程的时候 应该是路程等于时间 乘以速度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 已知路程和时间 要想求速度的话 就应该由乘法变为了除法运算 也就是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换一个 如果路程和速度都知道了 现在让我们求时间 那时间应该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这就是路程时间和速度之间 三种关系 那有了这样的关系式呢 我们就来思考一道 这样的类似于实际问题的 一道例题 说甲义两地之间的公路长210千米 一辆汽车从甲义 还往5地 速度是70千米每小时 问我们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 那这道题目 要求我们求的是时间 那根据刚才我们给出的三个关系式 在已知路程的速度的情况下 求时间 我们应该用除法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210除以70 等于三小时 那在这个理念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算式 210除以70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运用 刚刚学到了商不变的规律 来简化计算呢 因为被除数和除数的末尾都有0 那我们将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10 变为了21除以7 伤是不变的 所以说210除以70 伤仍然是3 讲完强烈的内容 我们再来一起做几个小练习 首先是立体一 说一列火车长108千米 每秒行驶20米 要想经过72米长的桥 问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这道题目很显然 给了火车的长度 给了火车的速度 以及要通过桥的长度 让我们来求时间 应该是用除法计算 路程时间速度的问题 但是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题目 它要求的是我们经过72米长的桥 需要多长时间 那我们就要思考了 什么叫做一列火车 经过了一段72米长的桥呢 在这里面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 火车通过桥呀 应该指的是火车头上桥 到车尾离开桥上一段路上 也就是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 好像貌似这列火车行驶的距离 就是这段桥的距离 并不是这样 因此说我们火车行驶的总路程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火车的长度加上桥的长度 才是这一列火车经过这一段桥所行驶的总路程 那在求出了总路程是多少之后 再来求用了多少时间就快容易了 用路程除以速度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列出这样的关系是 108加上72除以20等9秒 那108加72等于80 在计算180除以20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用商服电的规律 将180除以20转变为18除以2 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方便 就使得我们的计算有了很大的方便 再来看一下例题二 张大妈距离商店 2100米 她从家去商店 每分钟走70米 8点30分出发 走完一半路程是什么时间 看一下这道题目 不单单是时间距离速度的问题了 还包括了一个时刻的问题 8点30分出发 问我们走完一半路程是什么时间 当然对于时钟的问题 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说想要知道 走完一半路程是什么时间 我们第一步需要知道的应该是 走完一半路程花了多长时间 需要多长时间 那我们来看 一半路程 总路程是2100米 那一半路程呢 就应该是2100除以2 等于1050米 那知道了张大妈 走一半路程 再加上张大妈 速度是每分钟走70米 所以用1050除以70 等于15分钟 也就是说 走完一半路程 所需要的时间是15分钟 那8点30分出发 走完这样一半路程是什么时间呢 问我们的应该是具体的时刻 所以应该用8030分加上15分 结果就是8045分 在这里面我们看 在计算1050除以7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10 而商不变 也就是将算式转变为了105除以7 结果应该是15分钟 所以说这道题目是一道综合题目 不仅考察了我们商不变的规律 考察了我们速度路程时间的关系 还考察了我们计时方法 时刻这样的问题 时钟之间的计算 也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那这样的问题 也会涉及到我们 在这样的内容当中 进行一个应用 再来看一下例题三 已知1600除以8等于200 利用商不变的规律计算 括号1600除以3除以括号8除以2等多少 这道题目 我们的思路应该是 根据题目已知的内容 来推断位置的内容 但是我们来看 让我们计算的这个式子 与已知式子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 倍除数乘以3 也就是扩大了三倍 除数呢除以2 也就是缩小了倍 那我们之前还学过这样一个规律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 就是比如在除数不变 而倍除数扩大为原来的几倍 商就变为原来的几倍 而在倍除数不变 除数扩大为原来的几倍 商就要缩小为原来的几倍 或者说是倍除数不变 除数缩小为原来的几倍 商就要扩大为原来的几倍 所以这道题目 既考察了我们商不变的规律 也考察了刚刚我提到的 倍除数或者除数其中一个不变 另一个变化的时候 商怎样来变 这两个规律结合一下就很容易 能够求出我们这道问题的答案了 那我们来看吧 如果除数不变 倍除数乘以了三 商应该也乘以三对吗 而如果倍除数不变 除数除以了二 商就要乘以二 所以说当倍除数乘以了三 除数除以了二的时候 也就相当于商应该乘以括号三乘以二 也就是商变为原来的六倍了 那所以括号1600乘以三 除以括号8除以二 结果就应该是在已知 世子得出的商二百的基础上 乘以六 等于1200 所以说对于除法这一部分 商不变的规律也好 或者说倍除数或者除数 其中一个变一个不变 这样的规律也好 应用的是非常灵活的 比如这样题目我变一变 比如括号内不是8除以二 而变成了8乘以二 这个时候 我们想一想 结果应该减了一遍 应该是二百先乘以三 因为倍除数扩大了三倍 然后呢 因为八又乘以二 除数又扩大为了原来的二倍 所以商应该缩小为原来的二倍 所以最终的结果可以变为 二百乘以三再除以二 就这样的问题 我们同学自己课下也可以 根据已知学得过的规律 对 这样的题目自己变一变形 来考察一下 好了 那本堂课我们学习到的主要内容 就包括 在除法里面 如果倍除数和除数 同时乘以或者除以相同的数 当然零除外商是不变的 这样的规律 我们叫做商不变的规律 而在第二部分 我们学习时间 路程速度的时候 我们又给出了他们的三种关系 分别是 已知路程和时间 要想来求速度 应该等于路程 除以时间 已知路程和速度 要想求时间 那应该等于路程 除以速度 那如果已知了速度和时间 要来求路程的话 应该等于速度 乘以时间 这样的问题 与实际生活联系非常紧密 包括相遇问题 等等这样一类 包括前面例题涉及到的 先走一半的路程 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灵活的来应用 三者之间的关系 来很好的解答 好了 小朋友们 本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